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我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 我是你们的Yuki姐姐 然后在我们上期的视频当中呢 是和我们的观众朋友展示了一下 这个加勒比海盗的宝藏金矿 它呢就是这样一块小石头 我们今天是要通过它套装当中附带的一些小工具 去把我们这个宝藏呢给它挖掘出来 然后我们是特意给它找到了一个盒子 在这个盒子当中呢 我们是要把我们的金矿给它凿开来 然后去找我们这个宝藏 在它的套装当中呢是有这样的一个小工具 两个,一个是我们的刷子 一个是我们的枣子 它自己是没有带这个锤子的 我们自己是在家里呢找到了一个锤子的话呢 可以给它进行一个敲击 我们的朋友们的目标 我们先不要用这个锤子的锤子 然后我们先开始做锤子 咯是有一个小型的锤子 我们先开始来说 给它一锤子 啊,我终于找到了 这边是有一个黑色的 我们可以把它拿过来 那么我们怎么可以把它取出来呢 然后上面是我们这个小小的 它是一个小钻石 自己呢还有一个小孔 那么我们还可以继续再给它找一找 我们还可以继续呢 用我们的小刷子把它刷干净一些 感觉在这边呢 还有一个硬硬的东西 我们的小刷子 哇,这边是我们拆出来了一个特别漂亮的石头 是一个黑色的石头 有一个闪亮的一个光芒 我们可以来再看一下它的说明 嗯,它是一个会在晚上 如果你给它照射上灯光的话呢 它会有一些这个灯光的一个反光 嗯,它不能够进行一个塑形 但是它是非常的硬 然后这个石头呢 是和一个这种石油的矿石呢 是有非常多的一个联系的 嗯,在很远的时候的话呢 它就类似于一个活化石 哦,还是非常帅气的一个小石头呢 而且还非常的漂亮 有一点点像我们的小贝壳 然后它这个灯光呢 是以这个光芒 是有一点点像 嗯,这个金色的光芒 嗯,这个金色的光芒 下面是有一个金色的一个金帝 嗯,这个金色的光芒 嗯,这个念져 呢 嗯,这个工芒 一UU 嗯,你可以 occupied 然后我们这个小的金币的话呢 上面是有一个类似于我们这个凯撒拉蒂的一个造型 然后在上面呢还有一些的英文字母 感觉我是没有看得太明白上面写的是什么 但是我们整个套装当中是拆出了这种三个非常帅气的这个小的宝藏 这一面呢是一个古罗马的一个人像 然后这个人像呢也是非常的经典 这个人像的话呢头发是这种卷的一个头像 有点像我们的牛顿 我觉得的话呢是在它这个套装组当中比较好玩的一个地方 就是它会给你一个说明书 然后这个说明书里面的话呢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这种宝藏的一个介绍 会告诉你这个宝藏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来自于哪里和什么有关系然后和什么有联系 如果喜欢的话呢也可以就是直接在网上去搜索一个像类似的一个挖掘套装 这个套装是适合有我们这个三岁五岁以上的一个小朋友 最好呢是如果你要用锤子的话是在我们的家长的帮助下或者是在爸爸妈妈的监督下呢去使用我们这个锤子 如果是想要看到更多的好玩的这种玩具的话呢可以直接订阅我们的频道 频道的话呢每天每周都会定期的有新视频的推出 如果你有订阅的话呢就能够直接收换到我们每天最新最初的视频了 嗯在视频的下方呢也可以直接留下你的留言 告诉我们你们的愿望 那么我们就会根据你的愿望呢再来做下期的视频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啦 再见